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香港雨伞运动过后 警方开始大规模拘捕参与人士 从昨天开始一直到周末 都会有民主派人士到警署报到协助调查 随时会面临马上被检控拘捕的可能性 不过泛民强调不会畏惧 公民党副主席陈淑庄是雨伞运动后 第一个认约协助警方调查的占领人士 他表示已有心理准备会被拘捕 甚至可能被落案起诉 会提出拒绝保释 多位立法会议员 站中发起人戴耀廷和朱耀明 以及选民思潮召集 让黄之锋等到场声援 我都希望每一位香港人都会是成为雨伞人 希望各位明白 每一位因抗命而被整肃 被清算被政治打压的人 都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香港有一个更公平 更公议大家有真选择的制度 以作出黑色 成为雨伞抗命者 未来一个多星期 陆续有占领人士应要求到警署协助调查 星期二是社民联成员 星期五有黄之锋及周庭 星期六是李卓人以及张秀贤 星期日是岑欧会以及周永康 和平站中三子 则会在本月24号到警署 新男人记者林秀怡香港报道